持續問營所定位是台南 維冠金龍大樓的搜救現場 目前在G棟的15樓 巡獲了兩具遺體 其中一名確認是 昆山大學生蔡孟佳 馬上連線給現場記者陳昭谷 來告訴我們最新訊息 昭谷請說 主要就在維冠金龍大樓 北側G棟15樓的地方 稍早是發現了 兩名大學生的遺體 分別是一男一女 目前已經經由這個救護車 送到了殯儀館去 而由於這一男一女 大學生的遺體 是在G棟15樓的地方 所發現的 這個G棟15樓 其實就是昆山失聯的 四名大學生 他們所住的這個房子 而目前我們可以知道說 從這個女生的遺體的下方 是找到了這個 昆山科技大學學生 蔡孟佳的學生證 因此現場的人推測 這名男生的遺體 極有可能就是 昆山科技大學的學生 蔡孟佳 不過由於目前身分 其實都還沒有經過 指揮部來證實 因此現場其實包括家屬 還有他們的同學 都在現場是 在這個家屬的等候區裡面 其實苦苦的等待著 要確定說這個身分 到底是不是他們的親人 甚至還在現場 由於這個兩名 這個學生遺體的身分 是已經沒有辦法辨識 因此是在現場 做這個採集DNA 要來用DNA來比對說 到底找到了這兩名學生 是不是昆山科技大學的學生 那上次目前 我為你掌握最新情形 主播 好